明明 跟爸爸一起看電視 德國晚上會開始播AB 我爸爸睡著 我一起繼續開 一開始又環境 大女朋友 我去他們就鋸房間 我就好精采喔 好 希望我大到路會醒過來 整個小鎮都全裸 我會以為是全坦到處都沒女兒 不 太永遠才可以進去 結果那邊平均的年齡是60歲 看到一個阿姨 一個阿伯在那個 然後周邊有10個阿伯在看 死完這個對我們沒有什麼機會 沒有人類似的法律 會有人幫妳 好好的懂 西班牙運行不進行急救 不接受我管啊 就沒辦法弄 在西班牙藏地 妳要微笑的鼓掌 展現出妳對這個死者的熱情 如果在台灣 妳在葬禮上妳敢鼓掌 全是歡送貴啦 真的有這樣嗎 真的有很驚訝 也沒那麼誇張 真的假的 妳的兒傳兒就這樣 而且佩德羅說妳誇張 來 妳的主持人 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收看小明星 說到老外的觀念真的比較開放嗎 那要看哪一個部分 也是啦 對 我們每一個人觀點都不一樣 但是由他們的國家的角度 他們去想想 來說說 看所見所聞 對 也有他們覺得 別人更開放的地方 對 所謂的三觀 哪三觀來 三觀來 世界觀 價值觀 價值觀 還有一個是什麼 人生觀 好不好 今天這個比較偏向於世界觀 也是 對 行萬里路還不如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是… 行不了萬里路 你再來讀萬卷書 說得真好 來 我們直接來歡迎他們246 有六位好朋友好不好 是的 來自不同國家 一點一點吃一下看看 來 好 老外真的比較開放嗎 價值觀比一比 第一個 成人餘樂 其實就是這所謂的性產業 性產業…來 西班牙 自己覺得西班牙開放 自己西班牙等等嗎 自己覺得德國開放 你們幹什麼 都貼自己啊 台灣就自己太開放 就只有莎莎 烏克蘭覺得台灣是比較開放 我們從那個佩德羅的開始好不好 一定是西班牙嘛 還要問嗎 以今天現場來說啦 大家對西班牙的認知是什麼 就是一個去旅行的 很熱情的好地方 都是帥哥 很雄偉的男人 就很適合約 很適合言語的 這裡是因為沒有荷蘭 對啊 他們都好的認識對不對 來 荷蘭對不對 你就是說到我心裡話呢 對不對 動德國 德國比荷蘭還開放 真的嗎 對…好像是耶 來…好…西班牙先說你 好 就是我們西班牙 巴塞隆奈有那個色情展 OK 世界最有名的 跟我們的色情產業 A片的明星舞衡有 很少在爭奪這個的 很努力耶今天 這個在教育上面 你們幾歲開始教 教育 教性教育 性教育我們也是國小 國中差不多 但這個應該大家歐洲都有 沒有 德國更早 德國應該是三歲吧 要看地方 歐洲都滿開放 那個性教育 但是我們是 西班牙是那個Swingers 就是交換伴侶 或是開放式關係 接受度40% 我們的裸體注意沙灘 全世界最多 對… 我們就是最開放的吧 這倒是真的 西班牙是真的很酷 因為我之前要去歐洲玩的時候 然後每個人就會表情就是 然後講說是什麼表情 什麼意思 我們要去看鬥牛也有可能 對啊 其實西班牙是全歐洲性產業最大 最厲害的一個國家 真的 而且西班牙甚至有專門給 讓性工作者 你想要成為性工作者 去上課的學校 對 就是很特別 很專業 很敬業 但是我跟你講 我剛剛講到說 我覺得西班牙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台灣更厲害 台灣的成人影業蓬勃發展 尤其疫情期間 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說 台灣是亞洲 唯一一個國家可以拍五馬片 五馬 就是沒有打馬賽克 沒有打馬賽克 小Case 小Case這樣 不… 像日本都是有馬的 有馬 覺得台灣就對了 對… 來德國 德國一定是最開放的 像我們 你們覺得荷蘭是有紅燈區嘛 對 德國什麼樣的小城市都有紅燈區 我小時候 每次去練球要經過紅燈區 你就看那邊的那些性工作者 就在窗邊 窗戶邊 就是在那邊看外面的人 然後我就經過很好奇 我那時候十二十三歲就問他們 請問一下一個小時多少錢 你還問啊 對 我好奇 我想了解 完全的開放 然後我們白天電視上就看得到 我們有很多曇花性節目 我們的曇花性節目 不是邀請藝人 是老百姓 他們就是常常邀請一些 可能性工作者 在那邊分享自己的故事 然後有一些什麼Dominatrix 他們就是SM 就分享自己的服務多少 什麼樣的故事 還有人把自己的奶就拿出來 擠給大家 在電視上 電視上白天看得到這種東西 我們也有那個Swingers Club 情侶交換的那個道士都有 這脫衣物什麼 你能想像的什麼都有 司空見慣 好可怕 吃餵奶嘛 這個你看他這樣講 台灣真的就輸掉了 台灣電視是不能出現 比如裸露胸部 台灣用某幾個頻道才可以 但好像也是要付費吧 對啊 我轉了好幾個晚上都找不到 找不到 沒有… 所以日本是以時間來規範這樣子 好啦 各位 竟然莎莎覺得是台灣 台灣的那個行業 算不合法對不對 但是我一來台灣 我那時候中文不同 然後我就經過在路上看過一些 KTV或者是立法器 那種黑黑暗暗的 久久的 或是暗火店 對 然後燈上面都會寫純 對 我那時候看不懂 我就問過我們的老師說 那個那邊是立法精是怎麼樣的 他說那個 不用去那邊了 我說怎麼說 然後他就跟我解釋 那個不是真的立法精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要去按摩 懂妳的意思 然後他那時候 他就莫名其妙Happy Ending了 他就是 他就是進去那邊說他要按摩 然後那個人說妳要按摩 他說對啊 那個是按摩店 他說好吧 然後他就是帶他去按摩 然後他說按摩真的很不怎麼樣 就是好像隨便這樣子 啪…就走了 那個叫做做黑的 是的 做黑的 但是我就覺得很特別 那就代表不夠 台灣不夠開放 不然那麼隱藏幹嘛 但是不合法 每一個人都知道 可以是一個occupation對不對 一個職業 職業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新加坡還比台灣還要 新加坡 更開放了 因為我們的性工作者是合法的 全亞洲唯一一個合法的 就是新加坡 我們有一個紅燈區叫亞龍 然後 亞人 對… 然後那邊就是專門 有很多很多的妓院 然後就是很多外國人 會去那邊漂 對 有啦 我們會測試故意 要過去那邊看一下 好奇好玩嗎 我小時候也有去過 就好奇 然後去走一圈 然後真的是很多家 然後外面就很多 但是他們整個就是很開放嗎 還是有一點隱晦 有一點 沒有 就是很開放 而且我們政府的統計是 他們每年都會分發 大概一千多張的那個工作者 機制 機制 你要有這個機制 你才可以做紀律的 是… 新加坡看起來 就是亞洲人嘛 會比較保守或什麼 因為他們法律最嚴 結果他們有些地方 就開放得還算OK 因為這個家人 對 據我個人所知 應該至少有四五十年的歷史 很久了 好 來… 法國的話 其實是覺得是法國 那個我記得小時候在巴黎 只有幾條街才能看到 那個賣生的女生 那個現在我跟妳講那個 幾乎每一個去都有 然後直接到那個 那個捷運站的門口 在那邊站 大冬天 很冷 然後在那邊短裙 然後高跟鞋站很久 她的穿著 她的穿著就是說明 我是這個行業 對… 看得出來 所以以前在法國 現在可能不太一樣 以前在法國妳穿短裙 那就是妳是不三不四的女人 對… 我們上面可以 不是露 但是可以那個開一點 可是下面不能那麼的短 可是現在當然那個年輕人 都沒有關係 對啊… 還要想說德國 因為說一句心裡話 我第一次看到男人的那個 是在德國 這個是妳的心裡 不是… 不是心裡話 就是那時候我還滿小 然後我們去 我們是學德語的 所以我們去德國那個進行實習 然後第一次去那個桑拿 然後 對 對 那個男男全部都是台的 我們桑拿都是男女的一起 真的啊 對…我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我跟同學就看 那麼長 什麼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問題是妳們也在裡面 對 因為我們還小 妳們也就沒有 對…全裸體 全裸體的桑拿 天啊 就是覺得滿開放的 我們法國都沒有這樣的條件 但是從性的那種生意來講 法國是最有名的 那是因為那個地理的關係 歐洲正中間 所以妳必須照顧生意 要經過我們那邊的轉盤 好 而且我們的French Kiss 那麼有名嘛 那意思就是說 他們那個地理最好 對 對啊 來這裡消費 所以大家都要來消費一下 所以法國最早紅模仿 紅模仿最有名的舞蹈是Konkow 5 Konkow 5是紀元的舞蹈 對… 到最後大家 露內褲 翻跟頭 找客人 好 我們這個就步步排名了 好不好 讓妳們自己聽聽看 自己感受 每一個人的第一名都不一樣 是 好不好 第二點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第二點要比的就是 感情關係 就是男生 女生的情感面的一個角度 對 談戀愛 關於愛情這件事情 他們有多開放呢 每一個國家都不一樣 四個法國 然後少俠 妳是沒有離開過德國是不是 好 來 法國的 好 來聽一看 我本來以為是西班牙 因為我們是 我剛剛講嘛 就是交換伴侶那些都很普遍 但是其實 你開心就可以 對 還有我們是全世界最多的 裸體主義的沙灘 就是全裸的沙灘 但是第二名 他的裸體沙灘玩得很Over 不怕曬啊 德國也很多啦 不是 不怕曬而已吧 他那個地區框起來 裡面跟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樣 裡面是可以真的做什麼 都可以 就是這個重點 其實不行 在德國跟西班牙雖然是可以全裸 但是不可以 不行 對 不可以這樣 但是法國是全世界唯一的國家 有一個沙灘是自有性愛的 就一個 對… 而且買菜也是不穿衣服 我就滿奇怪 真的嗎 就是一直 我問到請你怎麼不住在那邊 我也…我也以為 整個小鎮… 電影院 超市 路邊 七腳踏車都全裸 我會以為是很像那種田堂 就是伊甸院那種亞當 亞當跟夏娃 所以我從小的夢想就是搬到那邊 對 後來我就從巴塞隆納 七腳踏車到南法 經過那個小鎮說 去看一下 要付八塊郵元才可以進去那個小鎮 八歐元可以進去 很便宜耶 還OK的 對… 這倒是 結果你就去了 全裸了 我跟一個小鮮肉朋友 我們兩個二十歲 有神采 有戀絕的髮 我們這邊會到處都美女賺 那種感覺 結果咧 結果沒想到那邊 第一個男女比例是十對一 都是男生 她平均年齡是 當然是相當都跟你一樣 我男女生的時候 男生都會來 我沒有怕 這個就算了 分享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都是阿姨跟伯伯 大概那個 平均的年齡是五十六十歲 五十六十歲 是你看到一個阿姨 一個阿伯在那個 然後周邊有十個阿伯在看 走不動啊 好驚訝喔 老人家就是 台灣這種是一輩子都不可能 對啊 法國真是這樣嗎 所以還很開放 有…有可能 我沒看過 你比我的經驗豐富 法國本地人都不見得看過 但是那個有一次 我記得我跟媽媽去海邊 然後我們在游泳 然後突然有一個男生跟我媽媽聊天 然後我就往下看 然後看到那個 那個男人叫海蛇 他的幽默比較特別 羅勇啦 18歲的時候 被正在離婚的人追求啊 那時候就是我才18歲 然後我在那個Pizza Hut上班接電話 有一天有一個男生進來了 然後突然看著我 就送我那個生菜 就是那個沙拉的 像高麗菜一個這樣 對 像高麗菜一樣的差不多 然後中間加一個橘子 下面還有一個Tape 這個那個 錄音帶 對 錄音帶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放那個錄音帶聽一聽 追我的人也想要跟我約 然後說很多好玩的話 我覺得有趣喔 那個可以認識一下 然後那個認識了以後呢 就有了機會參加她的靈魂趴 離婚趴 對…那個跟我見面 第一次見面吃飯 是為了給我個姚清函 然後請我參加她的離婚趴 這個人正在追求妳是嗎 對…就是同時 其實也沒有矛盾 但是我覺得 但她還沒有離婚 對…還沒有完全離婚 這麼趕啊 對…但是我覺得 趕時間喔 這就是她那個感情開放的程度 反正我已經在追別人了 我已經準備要離婚 我追的人也不然來 大家一起認識我 朋友也都在啊 然後我就參加在那個 妳還真的去 我還真的去啦 怎麼這麼忙啊 因為那個巴黎有那個 撒尼納河上有很多的船 然後那些船可以開趴什麼的 那我就去啦 還是這麼小的空間 對啊 然後我就 我自己比較喜歡跳舞 但是我看那邊的人就是 其實也不在跳舞 然後我也不認識 然後就是放那個一些 比較藝術性的影片也沒什麼 然後我覺得滿無聊 他們兩個人出現了 主角 好 大家好 大家玩得開心嗎 這是我的前妻 好 這是我的前婦 好 謝謝大家的到來 然後兩個人後來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 也許開心了 突然那個感情就 突然覺得也不用理了 對… 所以我覺得好吧 反正這是感情好 一切都好 這真的太奇妙了 就很奇怪的人 但是我覺得主要是感情 比較好是比較重要 對… 聽聽德國的 我覺得德國滿開放的是 因為我們很早就開始 比方說13歲 我五七年級交了第一個女朋友 我父母也完全不介意 我帶她回家 13歲 對 非常正常 所以我帶她回來 然後但是問題是我太害羞 她坐我旁邊 我知道她很想要我碰她 可是我不敢碰 她也13歲嗎 13歲嗎 同學13歲啊 後來…她很快就跟我分手了 她跟我說妳太幼稚 我想跟妳分手 過幾個禮拜 她就跟一個一樣的名字 也交叉的人交往 可是她19歲 然後就跟她發生關係了 我覺得OK 一個13歲的女孩 就是要一個大人 非法 沒有啊 父母的允許可以 在德國是合法的嗎 沒有吧 如果父母允許的話可以 台灣不一樣的是台灣 為什麼台灣人是通常可能上 大學才會發生第一次關係 因為你們沒有 你們都跟父母就在一起通常 父母就不允許你們帶 林里班回來嘛 對 你帶回來的代表就默許了 在德國父母都讓我們帶林里 就是男女朋友回家過夜 所以通常在德國13歲 14歲都會開始交男女朋友 但是法律上呢 德國好像16歲以上 就不用父母的允許 但是16歲以下父母允許可以 有哪個父母會允許孩子13歲 父母自己也這樣子耶 不會吧 25年前在德國新年 女生的平均年齡是15歲 對 這是25年前 對 25年前 15歲是平均代表 現在你這樣子 12歲13歲就有了 所以我辦的第一個15歲 我還撒謊 因為對方比我大嘛 我就說我是7歲 然後那個下個月18 謝謝 對…我還騙了人 然後有一次我 歡迎光臨買鳳 怎麼會這樣 我辦了身份證… 在他的口袋裡面 因為我們去玩什麼地方 然後他有一天看那個身份證 還未成年 然後打電話給我 到底啊 你幾歲了 我不要犯罰了 我不要 來不及了啦 對啊 沒關係啦 好啦 他們真的是滿開放耶 對啊 你看身為爸爸是不是頭很痛 嚇壞了 對 13歲耶 來…新加坡來…怎麼樣 最不開放應該就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到今天為止 沒有華人 華人基本上 可是我們比台灣還要更不開放 因為台灣你們還沒有結婚 就已經有同居這個機會 但我們在新加坡 我們基本上沒有同居 機會很小 很小 因為其實你想要搬出去住的話 你也沒有這個理由 要住哪裡 因為新加坡很小 你要跟爸爸說我工作很遠 那多遠 你新加坡就那麼小 對啦 去哪裡都經典 對 他們到最遠的地方工作 離家最遠半個鐘頭 20 30分鐘差不多 很難半個鐘頭 你很難跟父母說我要自己住 因為都是一個開銷等等的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要結婚後 才可以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感情一定是最小 然後我為什麼會選西班牙 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西班牙朋友 然後他的媽媽是跟他的同學在一起 就是小他20多歲 然後我就問他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他說他們開心就好了 法國中 這很正常 法國更亂 我們的總統跟這幾個老師結婚了 15歲跟這幾40歲的那個老師 或者30歲的老師發生關係 而且是高中老師 對…這個世界 但是後來人家好像也滿幸福的 反正OK了 那個 現在他說就算了 OK… 但是在西班牙 媽媽跟自己的同學在一起 是正常的事 很正常 就老師我們還好 但是對同學的媽媽 我們很有遐想 就是我的WhatsApp的 跟西班牙的同學的那個群組 都是跟對方的媽媽打招呼的那種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媽媽是離婚了 然後我們年輕的時候 可能會去同學的家玩 然後看到她媽媽就覺得 我這個刺激 然後同學會覺得 你去啊 就我媽媽無聊孤單 你讓她開心也好 所以我們就是互相鼓勵 換圈了… 對… 但是因為也是因為很開放 所以其實就算媽媽離婚 媽媽年紀可能也沒有很大 因為我們 我爸媽那一代可能是25歲就生小孩 所以我們那時候可能13 16 對方的媽媽可能才35歲 那更有感覺 就對 很正常會 對 同學的媽媽 真的啊 然後同學明天就變爸爸了 同學也喜歡 就互相 就大家跟同學的媽媽打招呼這樣子 太詭異… 這真的是不可思議 無法想像的開放 本位主義啦 對 這種關係值不是很重要 來 我們直接討論性教育 好 第三個就是性教育 台灣我們大概是國中二年級 我以前小時候的時候是 四年級就有教性教育 但是 所謂教性教育是 然後會跳過 對 老師不講 老師不講 好像是什麼第15 16章自己翻 對 回家自己看 然後考試也會跳過 因為老師講解很尷尬 然後甚至是我們那時候 連要老師想要告訴女生說 會有生理期 會有月經這件事情 還要叫男生出去玩球 只留女生下來 然後告訴女生這件事 對 好像是耶 小時候都沒有在講那些 對 應該是 應該做一個修正 聽聽別的國家的 德國 德國很開放 就德國我們有很多那種 兒童教育的電視節目 就白天就會播一些 就是性教育的東西 我記得我小學有一個同學 我就去她的家玩 我們就翻她的一些書 其中一就是性教育的書 裡面就是看 只有女生懷孕怎麼樣 然後生小孩的那個過程什麼的 而且你們是不是比較少 用代名詞來稱呼各個部位 我們會直接對 所以我在台灣的節目很尷尬 因為我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 有的時候會講 就是那些專有名詞 然後一開始都被製作人罵 然後說 小姐 你們 你不要用這些字很尷尬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 不能說什麼 硬道啊 硬進啊 什麼… 為什麼 不然說什麼 你要說 用嘴巴 因為人家舒服啊 我覺得這個才尷尬耶 好像智障一樣的感覺 不夠直接啦 對… 其實我也覺得應該要這麼直接 像從小都這麼直接 反而你們不會有一些 奇怪的遐想 對 然後去偷偷在那邊偷看 或是偷偷的覺得可以怎麼樣 早點接觸反而好像還OK 而且比較不會就是 從錯誤的地方 學到錯誤的觀念 對啊 所以我可以做證明 因為我那一代的人 就是那時候沒有上網的機會 沒有網絡 這方面就是我的媽媽 我當時問她的時候她就直接 我沒幾歲的時候 她就直接給我解釋 孩子是怎麼得來的 而且很清楚 OK 清楚了 我知道了 我就不用再問你 不用再考慮 可是我的同學父母都不敢講 他們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一直在考慮一直想 對 然後胡思亂想 到最後都很變態的想法和行為 網路上也會有奇怪的資訊什麼的 沒有答案 對… 所以我覺得簡單就好了 對 這句話講得真好 金句…很重要 12歲學校就發保險套 是的 因為那個 我們覺得不管你是做什麼 就要有安全第一 然後那個 重點不在於徵操觀念 而在於有沒有安不安全 是的… 因為要尊重別人的身體 自己的身體 還有尊重生命 因為你不清楚的話 哪要懷孕什麼的 然後打胎什麼的 就很糟糕 是吧 但是那個高 不是不到高中小 國中 國中就已經發那個避孕套 還會安排那個 當然上課的那個 或者一些特別的課 未來的護士會過來 然後跟我們講 那個孩子是到底怎麼回事情 然後那個到最後安排一個演唱會 我就衝著演唱會過去 太好聽了 這很好玩 但是什麼這一代的那些事情 現在是從小學開始上課 小學喔 小學就是孩子不懂什麼叫貓 什麼叫狗 就已經要考慮 我是喜歡男的 還是喜歡女的 我是以後動手術嗎 還是將來怎樣 我覺得可能有點太早了 但是 對 反正我… 從小學不會考慮到這些 因為如果要很早就做決定 是有一點難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影響孩子的思維 對啊 但是現在的孩子 也是更早可以抓到那些消息 和那些內容 資訊啦 對… 我們以前是有雜誌互相交換 這個雜誌很有意思 你看一下 以前都是很偷看 偷偷來的 你們想要知道我的新教育 是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的 實習 實習 我的聽到就是很糟糕 德國… 什麼啦… 是不是講中了你心裡面的話 你就是 在Cue的自己那邊 要謝謝隔壁那個阿姨 我沒有公開分享過這個故事 晚上我在家裡 就是跟爸爸一起看電視 我爸爸睡著了 德國晚上10點 11點後 會開始播A片 是… 播A片 然後我爸爸睡著了 然後我們原本是8點 看一個一般的電影 然後電影結束後 我爸爸已經在睡了 我就繼續看 然後不小心我開始看 有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坐計程車 突然女生脫衣服 發生什麼事情 好精采喔 我一直繼續看… 我就說我開始用反應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然後他們就去房間 我就好精采喔 好希望我爸爸不會醒過來 不是說你爸爸不會醒過來 對 然後我看了大概一個小時 我爸爸突然醒過來 我就轉胎了 沒事…我們可以去睡覺了 那個時候幾歲 8歲 8歲 你現在在炫耀吧 沒有 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就是人體正常的反應 只是都不清楚 對 然後我覺得好像也很自然 我沒有覺得很壞或是什麼 但是尷尬的就是我爸爸 醒過來 我就不想跟他一起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尷尬 對 一起看 對啊 跟爸爸一起看多可怕 來 莎莎 她覺得烏克蘭 我們其實在烏克蘭 現在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 已經有很多小孩 就是有一個 兩個 三個都有 然後他們其實從很小 就開始慢慢的叫 就是可能說 就是可能從三歲以上 就已經開始慢慢說 也不是跟台灣一樣什麼 小姐姐還是小妹妹什麼 沒有代名字 對 就是跟德國一樣 我們就是直接講那個是什麼 但是當然如果從三歲 小朋友開始問的話 就是當然比較沒那麼的直接 但是三歲他們趕快回去什麼幼稚園 然後那邊男女都會覺得 哪裡不一樣 那個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沒有 所以其實那個問題 是要越早開始講越好 因為現在小朋友也拿到了手機 他就不用問你 他就是自己回去查 現在資訊爆炸了嘛 對不對 而且可能你不知道 遇到是怎麼樣的人還是朋友 所以倒不如父母直接自己講 然後跟德國一樣就是 為什麼你這樣真正的名字要害羞 因為也是很多 就是外面有很多怪叔叔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說 小妹妹什麼的 小姐姐 然後有一天壞人過來說 真正的名字你會覺得 那個是什麼東西好啊 沒差啊 然後會好奇就過去 對 那個也是一個安全的方面 然後就跟法國一樣就是 也要開始就是可能 從學校什麼五年級到八年級的 那時候就是開始講就是 要保護自己 對 保護自己 尊重別人 就是發生的關係 就是不要很隨便之類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烏克蘭 也滿開放的 就是大家很努力的繼續講 你看像在台灣小的時候 大人都只會說下面 就是帶過了這樣 講清楚 對 那邊 下面是膝蓋嗎 那裡 台灣的父母親是不會教小孩這個 絕對不會耶 在台灣 父母自己覺得很尷尬 你看這個我們就要學習一下 好… 好 來 各位 下面一條厲害了 各位 剛好有聊到一下下 每一個國家他們對於他們的 法律制度 哪一個地方是比較開放 法律還可以比較開放 開放 有啊 台灣算是封閉的 各位 真的喔 是 來… 我們開始 我就投台灣 OK…好… 滿多人都投西班牙的 西班牙 對 對 我們法律真的很進步 就是75年我們就很開放 對 所以算開放到荒謬 2005年就是前指名的一個 前指名的一個國家 通過那個同婚法 最近2023年就通過了一個 就是你可以憑感覺 決定你的性別 對…我今天 可以變來變去嗎 對…隨便你 你要當男的就男 你當你的隨便你 就我長這樣嘛 但是我今天感覺我比較女人 那我就 我可以去換身分證變女人 然後也如果我要哪裡開刀 覺得胸部我C杯不夠大 然後換一個D杯 健保也付 就是那歲人的錢 變性健保也付 對… 所以感覺今天是女生換了 後天感覺是男生又再換回來 都可以 所以你們變性不用去 有醫生評估嗎 因為像台灣需要有醫生評估說 一切就是覺得 每一個國家需要醫生的評論 理論上有 但是很慫 就是現在有很多男生 就為了抗議這個法律 他們就是去抗醫生 然後說我今天是女人 好 就給你那張紙 你就去換 我覺得有點荒謬了 就是有一些小孩 他們自己還不知道 他們要的是什麼 就可以開始開刀 13歲就可以變性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你同意這個死刑嗎 雖然有一些人 我也很想要殺他們 但是… 應該是不是 那是一個本性的一個衝動 但是法律上應該不要存在 這種死刑 台灣的角度是說 你要廢死 你要廢除死刑 或者死刑存在都沒關係 能不能講清楚 你能不能講清楚 台灣是有死刑的 但是他不執行死刑 其實台灣也是 就是同婚法是有過的 而且台灣也可以跨國的同性婚姻 甚至是現在是同性伴侶也可以收養小孩 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算是走得滿前面的 亞洲第一個 對 亞洲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平等法 算是走得很前面 為什麼我會提到開放 是因為我覺得他在一些 犯罪的責罰上就是 不光是死刑 我覺得其他比較小一點的責罰 也都有點過輕 就包容度有點過大 例如說詐騙 很多詐騙的其實他們就是 罰非常非常輕 台灣這麼文明 他竟然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詐騙王國家 對 因為罰得太輕 然後很多就是進去關完出來 繼續做 繼續做 對 根本他在裡面關 他都還可以繼續騙 對 對啊 這是滿奇怪的 所以我覺得因為包容度 已經有點過大了 我覺得還有那個虐童的懲罰 虐童 虐嬰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罪其實是很容易 再犯率非常高的 我覺得台灣對這方面 就是都比較寬容一點 怎麼這樣才覺得好悲傷 對啊… 太多東西需要大家一起加油 來 記一下… 妳覺得是西班牙 這方面對我認為西班牙 可能比我們法國是比較 直接的開放 法國是那種表裡不一 或者那些虛偽 那個是法律不允許 但是那個正一隻眼 閉一隻眼 那個西班牙好像 在我們的眼裡以前是 對啊 我們有一個笑話說那個 法國人開車去義大利度假 發生什麼呢 就是那個法國人自己回來了 車沒有了 又在義大利 在義大利被偷車 沒錯 然後那個是法國人 去西班牙度假怎樣呢 那個…法國人不回來 車自己回來 意思是法國人在那邊被殺了 然後那個車被西班牙人又販賣了 賣掉 對… 就是在你們眼中 當時會覺得西班牙其實很混亂 很危險 我們惹不起的民族 真的是這樣 對… 烏克蘭呢 妳覺得法律上面 自己 因為現在就是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法律很多部分有變化 然後現在其實在烏克蘭拿到牆 拿到類似的武器 應該很容易 比較容易 但是之前也其實我覺得沒那麼的難 因為很多人就是在烏克蘭喜歡打獵 然後我爸爸也是喜歡打獵 所以我家裡有兩個那個 獵槍 然後但是你如果要拿到槍的話 你就是要申請兩個修科證 就是第一個是要去警察局 然後第二個是你要去看醫生 醫生要說你OK 是不是適合 對 然後其實你這樣子 就可以拿到那個獵槍 還是很容易啊 比較容易 那個武器有很多種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槍比較容易拿到 但是政府也說就是 戰爭之後比較危險的東西 你就是要放回去 殺傷力比較大的槍 殺傷力比較有 你知道嗎 比如自動步槍 對 那要收起來對不對 那些好像現在也不能自己拿 對…就是要收起來 今天如果說有美國在這裡的話 就美國了啦 對 他們很可怕 那個就是可怕 美國你看就這些人 平均一個人有二點幾步槍 有兩三個槍就對了 而且應該不用那個修科證 他們就是亂買亂開 美國最近有一個新的法律 聽聽看 聽起來滿荒謬的 就是如果有人搶匪 進到商店裡面搶東西 任何人都不可以去抓那個搶匪 就林園 你如果抓那個搶匪 然後那個搶匪受傷 為什麼 他可以告訴你 或者說他可以說 你妨礙我的人生自由 然後搶東西 偷東西 如果是在美金250元以下 不受理 警察不受理 所以他們現在叫做 Zero Dollar Shopping 反正你就走進去偷一大堆 250元以下的都不用錢 所以囉 就直接開槍材 亂是要用重點 所以來… 來…新加坡 新加坡應該整個國家 沒有一把槍啦 對啊 軍隊也沒有槍對不對 我們有軍隊 有兩支啦 有兩支槍 兩支槍 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是整個國家 你只要有槍 有就不行了 不是 你也買不到啊 根本就不可能有 對 但有的話法律規定是 你就奧陀了嘛 應該是死刑了啦 那個我要選這個西班牙 是因為我今年有去西班牙 我朋友家玩 然後我就發現到他家有種大麻 然後我想說大麻可以是犯 是合法的嗎 在這裡 他說在家種是可以的 然後你可以自己曬乾 你可以自己刑 是的 但不能販售 不能商業化 對 但如果在新加坡販毒 也是直接死刑的 新加坡大麻死刑 對 對 怕了吧 你們真的有會這樣 你是不是撿回一條命啊 少俠怎麼 而且我覺得死刑真的太誇張了 我們已經有 就是你對自己的身體做的事情 不是你沒有害怕 但你有可能在對你自己的身體 做的這件事情之後 影響到其他的人 對 可能他們是這樣子判斷 對啊 因為那個大家都住在一起 喜歡在那邊抽 那個人聞到了就影響別人 抽的人出去做了一些危險的事情 對 行為難控告 不可諱言 新加坡的法律的嚴格 也導致於新加坡的治安 就全球第一名 但是很無聊了吧 可是因為最近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販毒那個大麻 然後要被判死刑 但因為有太多國家 連美國她們都進來就是求 新加坡不要 對求情 但我們政府好像也沒有要停 她只要放過一個 她就再也沒有辦法有這個法律 那個後來也是死刑了嘛 對…就是這樣 我們到現在為止 好像已經死刑五十幾個人了 就販毒的話 很妙耶 都已經這樣還是有人敢做 沒有… 他上一個是因為在新加坡轉機 轉機抓到 我沒有看到在新加坡 不好意思 你經過這裡抓起來 就是不行 沒有 我們的死刑不是BANG 我們那死刑是 緩刑 刺繳型 緩刑… 怎麼樣 一點都不想靠近 是不是有在台灣好一點了 對 你這個褲子一脫新加坡 你試試看 有嗎 很簡單 編型 對啊 你這褲子再也穿不上去 說不定家台灣No.1 你喜歡對不對 台灣No.1 來 好…最後一個比較嚴肅 我們要討論的是生死觀念 生死觀念就是這個生死的觀念 現在好像台灣是有比較開放一點 大家比較願意去探討這個問題 或是這個未來即將要面對的問題 來 烏克蘭認為 台灣 為什麼 只出現台灣跟西班牙兩個答案 我覺得烏克蘭跟台灣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 比如說在烏克蘭 我的奶奶的媽媽 就是她從70歲開始準備 她死掉的時候 就是那個棺材 然後她的桑梨要用什麼東西 70歲就開始準備後製 鞋子 衣服 要穿什麼 已經跟大家說她要被化妝得怎麼樣 她說我要我朋友來參加 我的桑梨我就是漂漂亮亮的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清清清 然後就覺得很煩 然後她從70歲開始準備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樣子 天清覺得心很累 妳沒有好好的過那個26歲 妳就是一直在那邊準備那個錢 隨時要走了 對 我就覺得有一點複雜 但是他們就是不想要麻煩小孩 真的 就我覺得這個很開放啊 他們願意討論 他們就是不想要麻煩小孩 他們說我已經安排好了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撕了 妳只有那個袋子拿出來 然後裝上去就好了 對 那太棒了 都安排好了啊 對 但是26年妳要聽 妳應該會煩死 然後在台灣是有點不一樣 在台灣才煩死 在台灣也是煩死 但是不一樣 他們都一直說 你們要怎麼樣… 在這邊我要怎麼樣 我要你們準備這個這個那個 但是自己也沒有特別準備什麼 他們就是只有討論一下而已 我覺得至少你們是願意討論 在台灣很多人長輩或是誰過世 不討論 所以過世他已經生病 快要走了 可是不討論變成晚輩 不知道要怎麼辦 好像是在詛咒他 他要走這樣 對 然後想說想幫你弄好 但是怎麼問也不講 不討論 這很麻煩啊 而且妳這樣怎麼樣他還是會不同意 因為台灣老人家我覺得滿固執的 但我覺得台灣其實不同世代 有不同看法 因為像老一輩可能就有點 忌諱講這些 對 可是現在年輕人不一樣 像我有一些二三十歲的年輕朋友 他們對於買塔 我也是一個投資耶 因為他絕對不是想著他自己要住啊 他是投資啊 可是因為這個對外國人來講 就會覺得你怎麼會覺得 這種東西是投資 對 你知道我騙他 它是一個花瓶 會嗎…你們有卡位嗎 不會想想這種東西 不想好好生活 不想考慮到我死亡會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 而且剛才他說的就是70歲還好 因為我有台灣朋友 他說他在45歲想要辦生前告別式 太前面了吧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生病還是什麼的 他就說沒有 他就是想要純粹讓他愛的人 或他認識的人 一起在他最好的狀態時候 來好好的告別 他有沒有想等到他如果活到70歲 30年後朋友都不同人 愛人都不同人 他就說如果到時候他死了 他是不會有任何的儀式 就是火化就好了 沒錯… 這樣的話我也換了 因為我認為 雖然西班牙有安樂死 但是法國有我 然後我這個人就是對死亡 還是很受歡迎 也不怕說 也不怕安排事情 那個葬禮 都可以聊 我可以安排一個葬禮趴 那個葬禮套派 然後邀請我的朋友 在明年4月4號那個 下午4點44分 可以進行那個派派 一點都不忌諱 沒關係 那個就 我不怕死 我怕疼 對… 這個意思 對 但是比如說我奶奶 他死了以後他想要在那個 我們的花園裡面 在哪一棵樹的下面被埋葬了 就五灰就埋在那裡 對 結果是國家不允許 按理來講是國家 你要在一定一定的地方 那個… 對啦 因為他很難判定 這個是不是他殺 對啊… 沒辦法亂埋啦 說不定是我埋 整個人埋在那裡還得了 他是說他要整個人 他要燒過嗎 那個到時候再說吧 那件事也許可以變成灰 或者做一個樂器 或者炒菜 我也不太清楚 太恐怖了吧 來 佩特 你認為西班牙對於生死觀念 你們是怎麼看 死亡這個對我們沒有什麼忌諱 我們是一個比較不明星的國家 所以我們已經有安樂死的 那個法律 現在你只要交代我 我不想活了 就一定會有人幫你就是 套他的頭 西班牙我知道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老年人遇到病痛 比激烈的病痛那一種 他們是不進行急救 不治療 不治療 他說我身體上不行了 活得痛苦不如是 就趕快讓我走 對… 不要一直插很多管 或幹嘛這些切或什麼 這真的是永遠的議題耶 到底要不要治療 還是好好的活下 活這一段日子 對 連音符都覺得西班牙 妳是嗎 因為我以前有學西班牙文 然後那時候印象太深刻 我們的西班牙老師有跟我講說 在西班牙葬禮 然後棺材抬出來的時候 對 好累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可能 因為如果在台灣 你在葬禮上你敢鼓掌 感覺是歡送會啦 對 真的嗎 真的有張嗎 我聽到的時候我很驚訝 也沒那麼誇張 一般我們在葬禮 不是 我是真的老師講的啦 而且佩德羅說你誇張耶 一般 一般桑禮你鼓掌也是實力 也是沒禮貌 但是 不確定是不是真實 除非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有一些壯舉 你可能會就 可能是一種偉人 或是有一些人真的 你很喜歡 你等他死很久了 那真的鼓掌 所以你們的真正的桑禮 其實跟我們想像的差不多 也是用拍手的啦 不少 但是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他們扮桑禮是 死者本人會打扮成坐著的 然後戴墨鏡 坐在現場 沒有 他是坐著 把他打扮成像他還活著一樣的 可以坐著 然後戴個墨鏡 好像是墨西哥 墨西哥 墨西哥 對 等於死者本人沒有在棺材裡 然後他是坐在旁邊可能翹腳 然後他們把他戴墨鏡就坐在那邊 大家可以參加這個派對 所有人跟他拍照 有點像麥當勞叔叔啦 對 這是他們的方式 墨西哥 有 我有聽過這樣 墨西哥 很可怕耶 而且新聞有寫 然後他們還有照片 對… 就他就是 他很像只是去度假 然後帶一個 還有花環什麼的 就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方法 對啦 我覺得 New Orleans對不對 New Orleans New Orleans那邊 他們是黑人朋友比較多嘛 人故事大家就很快樂唱歌 像我們家來講 我們也是不哭的 我們是他會懷念 會想念他 會傷心 會的 那家人就說他活著的時候 我們都對他最好 對 走的時候是歡送他 有意見啦 這樣比較OK 因為其實華人文化還要請人家 來幫忙哭嘛 對 還要花錢 然後叫少女白情 叫人家幫忙哭喔 哭得越慘代表越孝順是吧 對 哭得不夠差 不給錢 對… 所以現在也越來越開放 有不太一樣的風格了啦 不錯… 今天給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一個 各國的價值觀比一比 是 你覺得怎麼樣呢 我們就不排名了好不好 當然不用 給流雨後人說 你們自己去思想 判斷一下 謝謝他們 謝謝 大家再見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我想說